来自日本关西妈祖会返台进香团 特地前往五谷贺圣宫来参乡 并且感谢宫主热心指导 崇敬神明文化的历程 让他们学习 还有了解到如何祭拜神明 庙方除了祈求众神保佑信众平安 同时也透过这场的文化盛宴 和台日宫庙的信众来广结善缘 为促进台日宗教文化交流 来自日本关西妈祖会返台业主进香团 特地前往五谷贺圣宫参乡之外 并感谢宫主王美云热心协助 直到崇敬神明文化的历程 让他们学习 还有了解到如何祭拜神明 主委给我们邀请一起来 参与这个信箱团队团队 我们跟贺圣宫的结员 新妈祖会的妈祖会请回来做客 也感谢你们大家给我们的照顾 今后希望我们能够在 马祖会的交流活动 更深一步的让我们学习到 更多台湾人拜马祖的一些历史 还有一些过程 虽然台日在崇敬神明的活动方面 各有明显的差异性 但是对于日本团的造访 贺圣宫管理委员会 欢迎大家的立临 妙邦也表示 透过文化交流 让更多日本吉祥团能来朝圣之外 同时祈求众审保佑国泰民安 丰调与顺 五股贺圣宫 供奉主神雄帝牙公 而妙邦也说到 这场五花圣宴 可以帮助台日拱油的信众 和大家广结善缘 而最后来阁团体大合照 欢喜心也为彼此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记者黄又贤 五股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